这确定是爬山的地儿吗你 你不要小心啊 我初中爬过一次之后 就再也没来 各种各样的虫子 这是我现在想的挺后爬的 我们一会下去不要走这个台阶 今天阳光这么好 应该干什么 来看看我们的大部队 今天阳光这么好应该爬山 看看这个 穿脱鞋爬山的人 这是一条线 咱们要不从这走 如果这能跑到的话 这条路会人比较少 你觉得呢 我现在的姿势已经像是爬了 老师 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这有点狗大是真的 我怎么感觉这已经闯了 这一看平时运不运动 一爬山就见真小 这边不是在跑步吗 我跑过一次一次 一次已经快跑吐血了 跑了才两公里 这确定是爬山的地儿吗姐 你们要看地上这个纸啊 它确实 是要去大家走正常的路 然后来这方便的地方 一定要小心啊 这这肯定是条路 你看 这有狮子儿 我带大家走正常 避开更多的这个人 点多久没来 这条路 我觉得我初中爬过一次之后 就再也没来 再没来 再没来 我把城堂走了 看不到头对不对 莫名其妙 你都被我给动来爬山 别躲开 上次我请你装 对我们两个不约而同 又装山 不知道你们现在海洋学校 让不让你们在小学的时候养残 有吗 养残 有吗 养残 那时候还能分得出桑叶和鱼树叶的区别 因为如果他不吃 你找不到桑叶 鱼树叶 残宝宝也会吃 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到这个山上来摘桑叶 其实我现在想想挺后爬的 小的时候可能真的都没有觉得说 会有不安全的事发生 但是我现在想想 都别提说我让我的女儿了 就是我自己都不敢一个人来这种地儿 我们就小时候没有桑叶的时候 就喂莫笋叶 就他不太爱吃但他也能吃 南京的小朋友 对 我们的特儿求其词就是鱼树叶 但是我都挺拿他喂鸟 鱼什么 拿那个鱼树叶喂鸟 嗯 拿那个 拿蚕喂鸟 对 对 那不是蚕那是面包虫吧 是吗 那个面包虫 面包虫也是白的吗 长的一样 黄色的 反正蚕长差不多 那我没见过面包虫 可能 这是吗 这是 这不是 这个是 这个不是 我还想装这两个材 我已经不认 我就说我都不认得桑叶了 这个就是 就在市区里面应该是很珍贵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可能怕虫子 就比如说一看到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 我第一想到的是这儿虫会不会很多 就是你觉得那个热带雨林 你看起来就觉得又神秘 然后又好看 然后又觉得特别一定有特别多丰富的东西 但是那个丰富里面就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桶 这儿虫子 这儿虫子 小的时候真的能吹出声来 这儿虫子 这儿虫子 还好 还好 让我给说夸张了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高 一上来可能真的就没活动开 我们登顶了 那我们可以先约一下 下一次要去爬千灵山也在我家附近 什么这儿 千灵山 马什么名 马东没 千灵山 就在那边 在房间从这开过去差不多10公里 那个真的是要爬 我觉得至少一个小时不停爬一个小时 都先坐这儿休息一会儿 我那个十几年前 我们还以前公司的那个同事一起去爬 我真的要一个多小时都不停 是有懒车的 然后下山呢 当时那个刘凯 打特别小那几天 他不敢坐乱车下 我就陪着他 又下了一遍山 好 把我膝盖吓坏了 就是因为你不会下山的人 你固执不好肌肉的力量 每一次都在疯狂伤害你的膝盖 我记得我那一天晚上就被疼醒了 我们一会儿下去不要走这个底台阶 我们走这个缓缓的坡下去 就对膝盖的损伤会小一点 就爬过两次沉着人还在这儿扑街 爬山的知识呢 要带的东西啊 我这个人生爬山的经历大概有个三四回 爬过一次泰山 爬过一次千灵山 香山我也爬过 爬了就我们家这个云岗森林公园的山 这就是我人生里面的几座山都被我征服了 在我这个年纪 征服了云岗森林公园这座山 他是有一定难度的 从来不运动的一个人 我觉得水要带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要带防晒的 所以这个防晒就很重要 我到现在不敢摘帽子里面 都不知道被压成什么样了 是不是防门抽电痒都要带 我不招蚊子 所以其实我来到这儿 我穿成这样 就是好像蚊子都没有注意到我来了 所以我不太需要 但是大部分人我相信就是那个防门抽电痒的东西 应该都还挺重要的 我觉得经过这次爬山 就还挺想要好好的咱们再爬一次的 我们下一次就切零山见 好吧 你们喜欢那个桑德拉布洛克吗 你看完了是吗 我觉得布拉德和皮特死之前都好好看 他们好会演戏剧 就他们故意抓耍帅 对 弄得我好想演喜剧 喜剧给你安排 我还说没有蚊子 我不知道蚊子 好像蚊子都没有注意到我来了 走吧走吧 我们就有下山了 天已经有一点晚了 所以蚊子已经出来了 刚刚把我说蚊子不会咬我的那段 一会儿剪了 走一个平坦的路 ok 我们去走那个平坦的路 我们一会儿下去不要走这个台阶 如果是在那个爬山的时候 像我刚刚那样 为了好看为了凉快 穿成那样的话 如果你不带防晒的 你不带防蚊的东西 你起码带一件这种王蚊虫的衣服 而且因为其实汗下了 烙下来之后 还是有点凉了 好 我来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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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